郭北定第七回的官媒日 将会在六月九个来基盘 好好透过和哈欣和官媒 本来提案保证 观察和记录官媒成长过程 让他们的党实在地平的作文 郭北定中林文宾就表示 官媒若是要静了 这地平的环境追逐 各气候也好 这就代表郭北定是一个 让人大起来加速一些所在 毕竟要让哈欣了解 在台的农党部 郭北定公所代表安排哈欣和官媒 向保证观察官媒的行动进行 我们来看官媒的行动过程 我们联始国小的同学 跟老师校长一起 再回到现场 来记录 来体验 甚至观察官媒的行动过程 在那时候我们一颗官媒籍 它静下 现在已经生到差不多一秋花 差不多要三十公分 有了四十公分了 未来它成长的速度会加快 而且我们是用有机的方式来栽种 公所亚英公路的方式 达到小朋友 反复的经济阶段 让他们可以合适更多的地址 一只玉米 从它的玉米杆 可以做木草汁 可以做木草汁 然后它这个果实 你看可以提炼威士忌 可以做果糖 还有你看我们这样煮起来 就可以马上吃了 郭北定有林文兵表示 环卫不是经济作物 同时也是一种形态的基标 有好的环境 水浸 气候 这些让进出好的环卫 这表示 郭北定是一个适合人大的地方 在玉米它会长很高 对不对 有的比我们还高 那你晓得 这风太大的时候 还不容易种 所以你可以想像 假如风来 我们还吹不倒 表示我们的风没有那么大 那表示什么 这个地方也很适合 玉米的栽子的地区 也表示 这个地方 这个风也好 或是什么 都是比较缓和的 也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 这种玉米 也像某一种的 猴鸟鸟类的宜居一样 也算是一种生态的指标 也算是我们 鱼居市区的一种指标 的生长作物 郭北定公所 希望透过 环卫这的花团 给客人 可以对在地的祖母 更了解 今年郭北定 第七次的环卫这 要在六月九月 开始基盘 也欢迎大家 到时候做回来平常 郭北在地的游致环卫 记者江仪 采用报导